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也事不宜迟 我马上把这个萤幕交给你了 好 谢谢Jolly姐姐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这里有的材料是 这里有图画纸 然后我们还有剪刀 然后这个artline pen 或者黑色的笔也是可以 然后还有铅笔 然后这个是江湖 然后还有如果你们有这个彩带的话也是可以准备 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家里找得到的就是好像绑包装带的那些绳子啊 或者塑胶袋啊 都可以用 那我这里就是用彩带 那还有一个的话是这个 魔术水彩笔 那如果你们没有这个的话 你们用木铅笔也是可以 OK 那材料介绍到差不多 我们就开始吧 那首先我们要先用铅笔 把你们要画的马来风筝先画出来 我们画出来了之后 等一下我们就会用刚刚的那个魔术铅笔来 魔术笔来上色 上面的话你们可以画你们自己喜欢的形状 那马来风筝的它的国语叫做WOW 然后WOW呢它其实有很多种 然后它的形状也不一样 有一些呢它就像小鸟一样 有一些它像孔雀一样 那今天我们画的这个叫做WOW不烂 它就是好像一个月亮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画你们自己喜欢的形状 然后上面也可以画你们喜欢的 pattern 那个可能爱心啊圆形啊或者线条啊都可以 那老师画到差不多了 就开始来上色吧 嗯 我想要在中间的这个地方放粉红色 像爱心一样的 那外面这个我们放橙色 那当然也不只是可以放一种颜色 那当然也不只是可以放一种颜色 好 五彩缤纷的话 那你们也可以放很多的颜色去画 嗯 通常呢马来风筝它上面的图案 会有植物 好像叶子啊花啊 或者一些像图层一样的图案 好了 好了 那中间这里呢 其实老师还画了一个一朵花 还有四个花瓣 还有四个花瓣 月牙的部分 月牙的部分 在这边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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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开始画了吗 我想画一个像三角形一样的 那这个背景呢我就不画了 因为等一下我想要画重复的图案 因为在画画的时候除了可以用颜色把全部的面都涂满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线条啊或者形状啊把背景填满 所以在填的时候它会留一些空白的地方 那个也很好看我是觉得 那我就继续上色了 那刚刚背景的话像老师刚才说的 我想要用重复的图案啊重复的 pattern 那我就选了两只比较像的颜色 就是紫色跟粉红色深的粉红色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要画圆圈 因为我用了两个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我会把它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把它涂满的话也是可以哦 不管是用水彩或者蜡笔 那我现在先用粉红色 那些小小的地方我就只画一半 再来一半 再来一半 再来这大概一半 同时我想要画一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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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因为在马来风筝里,他们很常用这样对称的图案 上面的那个想要用 还有,蓝色 那这里我就只画线条 大家都准备完 你不准备完 我叫什么 我叫什么 有一个 我叫一个 我叫你 下面这个就有点像藤蔓的图案 那旁边的地方我会留在最后再涂 那这个纸张的话你们可以找用图画纸 就是两面都是空白的 因为我们这一个马来风筝我们要画两面 那我要先来画 画外面的 那因为它是对称的图案 所以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画 我们可以一直改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如果您是说一句话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对 雷尔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然后再试试一下 现在是有一点点 那是一点点 很像的一点 那么现在是一点点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然后再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然后再试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面的部分我就用这个魔术笔把它填满就好 除了画线的方式你们也可以用点的方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外面这个周围的地方的话我想要用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那就可以让中间这个马来风筝的地方更加的突出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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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涂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 尤其是比较细小的地方 这些是比较细小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看过 真正的马来风筝 其实真正的马来风筝 它是用竹子做的 它会有骨架 然后上面会有师傅 画很漂亮的图案 就是像刚刚老师说的 花朵啊植物啊 好像千牛花 所以整个风筝会非常的华丽 那这一面老师就画好了 等一下我们要用 就是黑色的笔 把它的边给描出来 我们先画它的背面 你们画好了吗 好像要开始画背面了 背面的话 想要用叶子 一样我们先把它的框 画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这是一片叶子 像它中间的地方一样 我想画一个圆圈 然后中间有一片叶子 有点像玻璃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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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画它的边线就是形状 然后中间的部分就是一样等下会用魔术笔来填上颜色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中间的这个叶子的细节的部分 那讲到叶子的话 就是青色 一样也拿了不同的青色 像这里就有四种 我就会用这些颜色来涂这些叶子 因为想要让那个叶子有一点变化 所以用生前不一样的 所以用生前不一样的 叶子的叶子 因为这个叶子有分成两个部分嘛 那这一个上面的部分 就不涂了 就只是画线而已 下面的话就用生的颜色 下面的话就用生的颜色 这样的颜色 就用生的颜色 这样的颜色 就用生的颜色 再装上颜色 就用生的颜色 就用生的颜色 在这里我就这样子画线条 如果你们觉得好像涂颜色很闷的话 你们想要做一些手动的东西 你们也可以找一些礼物纸还是颜色纸 上面有一些很漂亮的图案 来剪贴上去也是可以 就这样子画线条 就这样子画线条 这一页的主题就是青色 各种不同的青色 这一页的主题就是青色 生蓝色 像来点不一样的红色 背景的地方 用浅蓝色吧 那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马来风筝节出来 如果涂到出现一点点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要把这个马来风筝节的地方 一会儿 我们要把这种马来风筝节出来 我们要把这个马来风筝节出来 很久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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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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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 感性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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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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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 感性感 感谢观看 感性感 感恩 感性感 感谢观看 感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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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